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三 台北股市跌了97点 最多跌了146点 三天的平静 你看前面三天 指数都小张小跌 三张小跌 今天开始出现了一些波澜 那也不多啦 146点 如果以以前来说 可能还蛮多的 那你最近这段期间 你可以发现到 一天两三百点都很正常 对不对 今天才146点 其实还没关系啦 可是你要注意哦 今天行情是个关键 你要注意哦 等一下我分析你要仔细听 昨天礼拜二 费城包铁也掉下来的 费城包铁也掉下来的 因为科技股涨多回档 那道琼继续创新高 是因为银行股的关系 那台北股市在这段期间 我们也去四星控九十九点 那昨天美国股市是持平 今天台北股市原本平盘 10点价完之后开始台盘 最多跌了146点 缩盘跌了97点 146以最近的行情波动来说 其实也还有限哦 那为什么今天11点过后 会开始出现沙盘 为什么第一个台子期结算 今天是第三周的礼拜三 月的台子期结算 那外资到昨天为止 还持有高达两万六千九百零一口的台子期空单 要怎么样 两万六千几口都去割到 都去投到 间结算怎么办 一定要想办法让亏损少一些嘛 水间外资卖了129亿 把盘给压下来 降低亏损 进行压低结算 水间跌一个人注意在这里 这里头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台积电今天除息 两块半 结果呢 贴息 台积电这次配两块半 两块半对一家六百块钱的公司来说 一点点而已对不对 开个盘 打个喷嚏 就填息了 所以这几天来一直有人在说 台积电一定填息的啦 两块半而已 稍微开个高 稍微一个不小心 就填息了 没想到今天 没想到今天 连打个喷嚏 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都填不了 除息两块半 除息两块半 给你最多的 起一口音而已 一点点的动作 他都做不出来 那前几天所有人都说 哎呀 填息太简单了 打个喷嚏 眨一个眼睛 就能够填息 那这么简单竟然填不起来 是不是代表大盘 弱势的象征 所以栽点够了 就开始台盘 台积电也漏七口音了 所以今天台积电 连两块半的 两块半的填息 这么简单都做不出来 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这个盘会盘定位台 那第三个是更重要的 今天是第九天 今天是第九天 我在说什么 我在说什么 听好不 我都把时间周期算给你看了 八天跌九天涨 所以当时跟你预告会跌九天 跌下来第九天 三月五号开低269点 很多在杀低股票 我说第九天转折了 不好不抬 讲完之后是不是第九天 是不是第九天出现转折 下来第九天出现转折 出现转折之后 就开始上去 所以开始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那今天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是到昨天 今天又是第九天 今天又是第九天 所以第九天 今天又开始 创了高点之后 杀了下来 听我说什么 知道不 今天就是第九天 九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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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时间到 所以今天开始杀盘掉下来 我都拿着算好给你看了 这样就让你有心理准备了 所以今天下半场的回跌 完全在我的预期中 但这个行情整体来说还是40天的区间 我对他就说了 进入40天的区间 你看到现在 是不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所以接下来还会有一波下来喔 还会有一波回挡喔 还有一波回挡喔 可是这一次的回挡将是怎么样 将是中断整理的最后结束 将是中断整理的最后结束 这一次结束之后 又会开启一波大的攻击波 听到不 所以这边最后再抬下去 最后再刺好一支膝 你没法惊到 你等会让赞 准备第一次开始布局 后面还会一波大行情啊 要记得喔 不要听一听又忘记了 到时候行情开始走了 你又把股票去杀低了 错过好时机率就抗辱了 所以最近还会再下来一次 这次下来 就是准备要结束 四十天的整理 要开始大波段的攻击了 要注意 所以你看今年情 过年前我就一直跟大家讲啊 今年我就说啊 11个12个 1个去的都要没掉 今年完之后 有全新的主流 都没去的 在中小型 你看是不是跟我讲的一模一样 对不对 刚才讲什么一模一样 对这是大盘的部分 你看大盘 你够完之后 没什么空间 你看我们操作的股票 大田 你够完之后就冲出去 三五二六板甲 这个都是我们超多的股票 过年后飙涨 六二二一静态 也是过年后飙涨 对不对 二三七六既加 这都是我们的股票啊 大家都飙出去 二三五七华硕 你够完之后 也是继续飙 二零一三也是飙涨 三零零五 所以指数不重要 对不对 中光电飙涨 连二八八一的富邦金 也飙涨 二八八二国泰金 也飙涨 二九一五论泰权 是没有大家都会飙 那今年现在我就跟你讲了 过年后全新的主流 无关指数 跟指数无关 你看是不是一支一支都这样 表得不知道人家去了 我还要特别点名 台积电日月光联发科台达电 都要拉 外资会用这四支股票 下去压指数 是不是跟我讲的同样 我都会拿钱啊 几个盘头一天台积电起五% 我说不好不就会拉 说完之后 跌了八十块钱 外资卖了四十几万张啊 日月光抗盘第一天涨停 我说不可以护的哦 会拉哦 会拉哦 你看是不是打下来了 是否落下了啊 日月光我们从底部开始买上去 买隔锅买上去 赚大钱 卖掉再告诉你会下来 全程 买去落下 全程 对不对 你看是不是买底部 一路讲了四个月 大赚 下年情买掉 卖掉之后告诉你会下来 想买底部 买掉 告诉你会下来 想落下了 日月光当时可以买 一百四十六个来买 会来 时间都不够 你不要急 你不要急 长得比台积电联发科更凶的 日月光国具 国具更凶 我也是从底部开始买了 三百六四买 讲了四个月 赚了一倍 今年已经买掉 卖掉之后 很多人都说涨价 我说成万不好买哦 国具的买 我对底部买 贪一大坡 八十八 买掉 告诉你会下来 对 告诉你会下来 日本两大厂已经下来了 是不是买了 这样买一百块 一百零八块 是因为买底部买起来 上面买掉 对你说会落下来 是不是落下来 我上星期三 我又预告 两日内台积电会转折 日月光两日内会转折 丁列拜三公的 国具两日内会转折 拜三公完之后 拜是开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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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一直提醒你 我一直来拿起 底山翻大而已 翻大而已 只有反弹而已 只有反弹而已 是不是只有反弹而已 是不是跟他翻大了一个而已 是不是跟他翻大了一个而已 国具稍微多一点 10% 10% 10%也不错啊 你们要抢单可以抢啊 国具从530涨到590 60块钱 大概12%也不错啊 你会想唱你会想抢啊 短线计贪 你如果要做你不好贪 贪得要快走 不要每次买进去都跟他堵大波段 没有那个时机你堵大波段有效效 对不对 我说过 那都5% 10% 你看台积电这波大起来5% 日月光10% 国具12% 我都给你预告 对我来说 没兴趣啦 你如果没30% 50% 没有30% 50%的行情 你那些没兴趣啦 我要给会员的不是买尿布的钱 不是买便当的钱 不是在买菜钱的啦 我们带会员做导主 是要贪大钱的 你日月光厅市场没要贪大钱 你日月从什么 赚个便当钱是不是 赚个尿布钱 赚个奶粉钱 股票市场是做梦的地方 是赚大钱的地方 你要让自己有赚大钱的机会 所以如果没30% 50%的行情 我不会轻易出手 我宁可看 看到有把握 全力出击 但你要赚30% 50% 不是每次都有机会 不是每次都有机会 你一定要买底部有可能 你对管 卖了钱就很赚钱 还想要赚30% 50% 对不对 所以一概都是买底部的 你看旺红的26块没的 有没有 起了40几块 群创买9块的 也是60% 双红买100块的 比我25% 1.5倍 日月光买五十九六十的 双红买100块 有没有 国具买320的 320来4的 双红到600几块 所以你要赚30% 50% 一定要买底部 一定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而且跨越红 探越多 你不要一直只关心 今天眼前 今天什么股票起 今天什么股票落 那没效啦 那个没有用 今天涨并不代表它会继续涨 今天跌并不代表它是烂股票 对不对 一定要买底部才会贪大钱嘛 你看最近 美国的银行股飙翻了 美国的银行股飙翻了 飙翻了 每天都给你看 叫全市流也是林学院 在买银行股而已 奇怪 美国银行股最近三个月 是美国最飙悍的焦点 结果跟林学院在讲而已 吉桃老师也是在 都在看那个小型筹码股 这么好 这么安全的机会 只有林学院在带人做投资而已 对 富邦金对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一直在买富邦金 我节目里面有跟大家分享 有告诉你啊 你看对四十二块一直飙 一直飙 一直飙 的银行股贪三色 也是本书也是很厉害 我在四十二块的时候 我在四十二块钱的时候 我就预告九十 九十 对四十二期到九十 有还有一倍啦 你看我专门找这种机会 来给会员做投资 是不是很赞 是不是很开心 每一档都让会员赚大钱 你要有这样的气魄 你能用这样的企图心 会员跟着我做 好幸福啊 对不对 好幸福啊 银行股不能买买 银行股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受险 一定要有受险部门 像富邦金有富邦人寿 国泰金有国泰人寿 开发金有中国人寿 那论泰泰呢 论泰泰泰泰沿有南山人寿 一定要有受险部门的才会飙 才会赚大钱 你看南山人寿 净值160印 现在够到八十几块而已 这表现很好插 所以林河宴只买底部的基优股 我每天都买底部的好不好 静态也是底部 下年完后开始买 四十八块买 买完后涨停 涨停 三天就22% 整理一下 我用这个标 继续标 起来66块 三星期三十七% 所以买底部三十五千都贪得对 最后买这支股票 一百三十五部的 当天买 当天涨停 隔天继续涨 押回来再加码又继续涨 是买底部的 我现在在布局这几支 你们都要注意 这后边都会大戏在的 这支也是 三百七跌到一百六 我说这支最后买 你看说完了 涨停又涨停 今天大盘跌继续涨 这种图形 后边都会大标 后边都会大标 再来这支 要注意 未来会成为 盘面上最大的话题 这支后边缺货缺得很严重 怕你大盘跌继续涨 我现在在布局这几档 你要注意 后边你要贪大钱 这支股票 绝对能够满足你 跟上林的宴 囤积底部基优股 再赚五十%的活动 黄仲福电话 剧终很高 休息终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雇 02239 239 888 02239 239 888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回到现场 我这个礼拜六有两场讲座 今天开始接受预约报名 礼拜六的早上我在高雄 礼拜六的下午我在台北 这两条演讲很重要 我要跟大家谈高值利率的标股 高值利率的标股 最近只要发布配发高值利率 马上冲出去 马上冲出去 会一档一档一直发布 你看最明显的 2013 中刚购 高值利率一发布之后标 3005神机也是 高值利率配股 讲完之后标 5371中光店也是 发布完之后直接开涨停 3526反甲也是 发布配高值利率 马上冲出去 还有哪些公司会配高值利率 我演讲跟你讲 另外一个 大行情要来咯 大行情要来咯 最近修正回来 你要开始注意什么勾票 大行情发动的主角在哪里 我礼拜六早上高雄下午台北讲座 我跟你讲 这个演讲很重要 一定要来听到可以 最近高值利率配股 只要一发布 你看中光店 探3块半倍4块银 哇好大方啊 马上开涨停 对 凡加也是 赚7块2 配9块半 有到台风的 马上就飙涨 一样的情况 你看中光店 我当时讲的 手中现金大于总市值 你们都知道啊 我讲的时候都还没去 都还没去 现金179亿 存货52亿 总市值才150亿而已 这温炭的啦 这种现况你找到 绝对是标给你看的 发布配高值利率 一开涨停板 你看中光店 现在对30几块 就开始一直买了 对 31块钱就开始一直买了 3839 就买了 3839 还继续再加码 昨天涨停板 又要4块 你知道我今天一开盘 我8点半就给人家说了 开高马上卖一半 开盘马上买一半 买一半 买一半感情较买 32块5的 卖74% 一半先放在6块子里面嘛 公司要炒 让他炒嘛 我们还一半的股票贴的嘛 不要舍不得卖 你看是不是又70几% 凡家也是 现在没买 返甲 85后就开始买了 85 86 87 88 一直买起来 一路买上去 飙到129 飙到129 不计啦 飙了多少 飙了133啦 明天停止交易 因为要减资了 三个二到 才会再恢复 今天市场上另外一个热门话题 鸿海组的电动车开放联盟 MIH 总共有800家厂商 登陆 在后星期三个25 要开开发者大会 首先加入这个联盟的 鸿海 鸿准 对 飞鸿 一档一档都开始动了 这800家里面有国内厂商有国外厂商 国内厂商哪些是底部刚好起涨的 我待在鸿海上就跟你讲 所以这边鸿海上很重要 我都买底部的而已 你看大田也是 大田也是 大田也是 大田85厚盆 鸿海上 我第一次要 高的富裕 就是我 是不是又买底部的 又买底部的 起了一百 全部老师都会说 税里 是喔 所有老师都在讲了 赶快卖 赶快跑 隔天赶快卖 赶快跑 是不是落下了 对 隔天赶快卖 是不是掉下来了 那就是70%啦 所以像我这样 买底部 一档一档都会赚大钱 你看旺益也是 一模一样的图形 我说完了 是不是开始起了 今天大阪台百几点 同样继续去 华硕 你们也知道啊 华硕你们也知道啊 我两百四十几个月 我开始买了 比我三百三百 技嘉也是 你们都知道的啊 我现在在全力布局的 这几档个股 我现在全力在布局的 这几档个股 你不要错过 这个刚开始在布局 后面都是荒野大标股 有来 你要减求 这支也是 三百七百八百六 一回神之后 两档两档一半 今天又继续去 这没刚才而已 这支后面 会变成大热门的股票 因为严重缺货 因为严重缺货 我没时间讲了啦 更重要的 礼拜六早上在高雄 下午在台北 这段演讲一定要来听 高值利率标股 迎接大行情 光众服电话 答案进来报名 就要做您操作顺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